大家好,这个月我们都在讲喝水和补水 那么今天我来讲一讲啊 就是为什么可乐不能解渴 反而你喝了可乐又还要补充更多的水 那么还有呢就是不管什么形式的可乐 那么这个是在美国市场销售的 专门销售在墨西哥的玻璃瓶可乐 还有呢今天还有带来给大家带来一般的 美国市场的正常的可乐还有无糖可乐 但这三个我都不推荐 那么原因呢可能不是你想象的 不管你是家长有小孩 还是你自己是成年人 尤其是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 一定要远离这个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成分不管这三种可乐的哪一种 它有一个成分呢都是一样的 叫磷酸 磷酸的本质是磷 人体骨骼里头呢有磷有钙 磷也是电解质的一种 那么钙也是电解质的一种 当我们喝这种碳酸饮料 有磷酸的碳酸饮料的时候 磷酸进入我们的血液里头 我们血液呢会自动去平衡 血液里的电解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体哪里存钙最多呢 是我们的骨头 我们的骨头就会通过 大脑的一个荷尔蒙呢 告诉骨头释放钙 到血液里头去平衡磷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可能形成骨质疏松 那么如果你是小孩 或者家长啊一定要注意 给你小孩喝这种可乐呢 就意味着你的小孩 不会长出很好的骨头 其中包括很好的牙齿 那么如果你是四五十岁 中年女性 你已经处在这个骨质疏松 开始下降的时候呢 如果你喝这个呢 你的骨质疏松情况 会进一步的加重 那么人体的骨头呢 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呢 达到巅峰 所以不管在任何年龄啊 我都建议大家 不要喝碳酸饮料 不要喝含有磷酸 这个成分的任何碳酸饮料 你知道有糖的可乐呢 分成两种 一种是用白砂糖 那么它的这 比如说这个 那一瓶这个呢 就是三十九克的糖 你喝这一瓶啊 就是三十九克的白砂糖 那白砂糖的一半是葡萄糖 一半是果糖 那么这个果糖在人体里头 只能有肝脏代谢 果糖喝多了 你代谢不出去 就是个问题 那么美国市场 卖的这种塑料包装呢 这种可乐啊 就是所谓original taste 用的呢叫果炬糖浆 或者叫高果糖浆 它是玉米提炼的 那这是基本上百分之百的果糖 这个就更难代谢 那么这么一瓶呢 是六十五克的糖啊 太可怕了吧 这比那刚才那玻璃瓶的还糟糕 那么如果你喝一瓶 你基本上这个果糖啊 就超标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无糖可乐里用的是 虽然没有糖 他说他没有卡洛里 他喝了以后呢 也不会生血糖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用的是阿斯巴田 这种人工代糖 我跟大家说过啊 刚刚世卫组织已经做出结论了 人工这种人工代糖 阿斯巴田是被他们列为一个不健康的代糖 所以不要喝 基本上这三个都不要喝 那我再来说说为什么 喝了可乐以后你可能会更渴 那就是可乐里头有一个成分叫咖啡因 那么就跟喝咖啡一样 有咖啡因的饮料呢 会让你更渴 因为这个咖啡因呢 会把你的体内的水分呢 带出去更多 比如说尿出去 虽然是利尿的一种成分 但是它会让你的水分 体内水分流失 你需要更多的水和电解质 来补充你这个多余的尿出去的这个液体 我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代替的办法 有的时候我就喜欢碳酸饮料那种味道啊 带气的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的带气的饮料 就是带气的矿泉水 就是这种 打开以后就是有气 那么如果想把它模仿这种碳酸饮料呢 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和柠檬 或者比如草莓黄瓜 橘子这样的水果 泡在一起 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味道 这就形成了天然的碳酸饮料 而这种碳酸饮料里 含有各种的矿物质 大家看啊 这叫Natural Mineral Water 这种矿物质的这种碳酸饮料的好处 它可以补充各种电解质 比如包括铁呀 钾呀 钙 铁甲钙 它不但不会让我们的钙流失 还会补充更多的钙 比如这一瓶 这个牌子的这个 带气的矿泉水 如果喝一瓶的话呢 是260毫克的 是260毫克的钙 这个可以帮助补钙 所以呢朋友们 千万不要再喝可乐 而多喝这种带气的矿泉水 来代替可乐 这个还在冒气呢 这个比可乐好喝 我来拿过它